民進黨臺灣市議員候選人郭國文 和國民黨臺灣市議員候選人郭天才 不但兩人都是同鄉的郭市中心 連競選總部也剛好在隔壁 我跟隔壁的過疾在先生 港鄉、港爭、腐敗港廟 還有港生 所以說不但是國民的 巴西村、拜祢 在地的土地 來到英文家的趴敏 甚至這次的建設總部 我又卸在旁邊 我卸在旁邊 你台市不知道會來這裡嗎 我不知道會來捨 我們曾經為他做理事 我又做雄武理事 所以說有很多很多都一樣 差別跟兩行 一行你選市民我選議員 另外一行我民進黨、國民黨 差在這裡 當然想法還有很多不同 還是說他好不少少 郭國文與郭天才 兩人不但是台灣郭市中心的 理事長和常務理事 他們還是台南縣官廟鄉 北市村、同村的村民 還是拜同一間廟的鄉親 郭國文因為競選總部 就在郭天才總部旁邊 多了一些造勢拉抬盛事的機會 日前馬英九總統經過的時候 他就趁機在旁邊造勢 但他對郭天才 會從沒有口出惡言 我是覺得過世 其實他最近 所拍的關係的 這個 財政的問題 他沒有真真正的認真 他過去中 以上是聯合報記者 周中生在台南縣的商場報導 謝謝